在看完了爱家的影帝之后 接下来我们的话题也是跟家庭有关 上个星期这个时候 当我们得知连战主席的女儿连慧欣 在美国透过了代理孕母 一举得到三个女儿的消息之后 社会正是讨论的相当热烈 也有很多人开始有兴趣探讨 代理孕母究竟在台湾的可行性如何 其实根据我们的资料 早在七八年前 我们已经有一套代理孕母的草案 但为什么到现在 在迟迟无法往下一步走呢 理由社里面牵涉到太多复杂的考虑 其实世界各国的情况也是如此 到如今大概只有真正英国 以色列跟美国几个州 有真正一套法律 来制定规范所谓的代理孕母 而就与美国几个州的情况 也是不太一样 有些制定的非常模糊 而大部分共同所禁止的 都是所谓的商业行为 但就算发生也没有任何的法则 其实大部分国家都认为 这是一个基本的家庭问题 但里面牵涉到太多的道德风险 以及法律上的争议 这很简单的 代理孕母本身 说穿了本身 如果你让她以金钱代价 来获取报偿的话 那不就是在买卖生命吗 买卖生命在任何人类社会 都不可能是被允许的 更不要说这里面牵涉到的 法律继承或认定问题 这样我们的报道 就让您看看 代理孕母在美国为例子 他们所牵涉到的种种的复杂 甚至有人出现了被剥削 或被欺骗的骗局 出现的陷阱也有可能 我们不能否认 人伦亲情的重要 但也不能否认代理孕母 技术中所隐藏的极高风险 1978年 人类靠着第一次的人工升级技术 我们在我们的地球上 诞生了第一个试管婴儿 如今她自己已经是一个 30多岁的母亲了 而且养育了一个 自然降临的5岁多的儿子 在30多年之后的今天 我们依旧在为人伦亲情 从法律三者之间而相继的 不断的争辩 究竟我们如何看待 医学技术的进步 如何看待我们人类 本身的道德伦常 乃至于法律 我们如何来处理呢 带领孕母的确是一个 高度复杂的议题 影集《欲望城市》女主角 莎拉·杰西卡·派克 荧光幕前她享受爱情 荧光幕后她家庭美满 本来已经有一个6岁儿子 2009年找了代理孕母 生下一对双胞胎女婴 震撼媒体 我们已经试图我们的家庭 很多年纪念 如果我曾经有这个选择 如果我曾经有成功的 孕母的生育成绩 莎拉·杰西卡·派克 本来对代理孕母保密到家 但生双胞胎新闻一出 媒体开始人肉搜索 想尽办法要拍到孕母的照片 她的事件是什么 什么事件不是 事情发生了 住在芝加哥的贝斯和马歇欧夫妇 结婚十年一直膝下无子 因为贝斯在十二年前 罹患子宫颈癌 切除了子宫 等于宣判她终生都不可能生育 修计会是我们的唯独 只有一个生育的孩子 我们已经救了几年 去找代理孕母跟婚姻仲介很類似 孕母仲介公司有一份登陸的孕母名單 包括姓名 年齡 身高體重乃至於人種 都詳列清楚 會根據準爸媽的期望進行媒合 找到合適的孕母 那到底是怎樣的人願意幫人生子賺錢呢 25歲的席琳娜 單親媽媽 有兩個女兒在加州一間診所當櫃台小姐 母女三人住在這間出租公寓 生活對她來說負擔並不小 事實上在美國找代理孕母 孕母的行情約6萬到8萬美元之間 平均200萬台幣左右 但扣除1萬5美元的仲介費 還有培養冷凍胚胎等其他支出 真正入孕母口袋的錢 可能不到三分之一 我認為這是在牡丸店賣 所以你看到這就是一間公司 為了貼補家用 席琳娜去了一間名為 Cerial Genesis運母創世紀的仲介公司登記 她本來希望可以在加州當地找委託人 偏偏仲介公司幫她介紹了一對 遠在西班牙的夫婦 根據合約 希琳娜可以拿到2萬美元 相當於60萬台幣的孕母費 以生產的風險來看 並沒有想像中的豐厚 她不太壓力 但她給了我一個笑話 所以我就覺得OK 希琳娜透過人工受孕 開始進入懷胎過程 根據合約 中介公司會負擔她從懷孕 到生產一切醫療費用 直到懷胎四個月 她才發現不對勁 我從BluShield收到一條文章 指出你的保障 因為你的保障 沒有付款 希琳娜急了 因為健保費高達2.2萬美元 甚至超過她談定的酬勞 她嘗試要找仲介公司 負責人卻人間蒸發 求助無門 只好自己寫信給委託她懷胎的 西班牙夫婦 請她們支付健保費用 但西班牙夫婦卻說 他們已經預付給仲介公司5萬美元 為了酬這筆錢 連房子都賣了 實在湊不出更多錢 我直接說 你必須要考慮你的選擇 以及假批是一個選擇的選擇 那仲介公司究竟到哪裡去了 其實找上同一家仲介的貝斯夫婦 跟所有委託人一樣 在簽約之前 被要求必須把錢 事先匯到一個信託帳戶裡 確保他們有能力支付費用 直到有一天 貝斯突然收到 玉母創世紀員工通風報信的郵件 才驚覺事態嚴重 我們只要有22,000元 在帳戶裡 就離開了 他們找上FBI 才發現自己不是唯一的受害者 玉母創世紀的負責人柯林斯 捲走60位客戶的錢 一共240萬美元下落不明 但這種靠代理孕母 詐欺犯罪的必經之特例 卻也凸顯美國代理孕母 缺乏監管的亂象 有必須有某種規定 關於誰能開設一個服務的業務 再次 如果你開設醫療 如果你開設醫療 你必須有某種的証明 但在美國政府明確訂出規範 管制代理孕母之前 像貝斯這樣 期待生子卻落空的婦女 心靈創傷誰來償還 這真的很難 但有什麼 我們比我們更好 家庭和我們自己的兒子 這也是通過服務 通過孕婦 但... 至於席琳娜委託她生子的西班牙夫婦 在最後關頭 同意加碼支付健保費 讓她免於墮胎 在加州大學複社醫院 產下一名女嬰 當時西班牙夫婦是飛奔進產房 立刻把女嬰抱走 孕母席琳娜的名字 甚至沒有出現在嬰兒的出生記錄上 代理孕母說穿了 就是一個女人生一個小孩 然後再把這個孩子交給另外一個人來換取金錢 這跟販賣嬰兒幾乎沒有兩樣 也是為什麼各國不願開放的主因 雖然代理孕母在生物遺傳上 衝擊著傳統的道德倫理 卻有越來越多名留貴婦 選擇藉此解決生子問題 對不孕的夫婦來說 也許這是一道曙光 但在金錢和道德的天平上 可能永遠無法達到一個完美的平衡 等一下我們來看看生產技術的大革命 是靠著裂應 去把產品搬進到你家裡 除了 お祝福 是